等候區坐滿民眾 5月1號縱所稅開徵 不少民眾趁著廉價搶先報稅 先前因為疫情影響延長繳稅期限 要注意今年回歸常態 為期一個月到5月31號截止 而且今年報稅有八大利多 包含調高基本生活費 免稅額標準扣除額 撫養殖器親屬免稅額 薪資所得標準扣除額等等 也就是年收低於42.3萬元的單身族 以及雙新家庭沒有小孩 年收低於84.6萬元 通通免繳稅 預估230萬戶受惠 今年的手機報稅升級成3.0 新增現金繳稅的部分 那現金繳稅的話 就是民眾因繳納稅額 在3萬元以下的話 可以到四大超商的 就是多功能資訊機 列印我們的繳納單 然後到櫃台繳納 除了到現場報稅 今年也新增手機報稅功能 還能申請延分期繳稅 預估使用件數會有135萬件 不只能超商繳稅 也能信用卡分期 而且網路一化報稅 還能抽20萬獎金 可能手機還比較方便 不一定在台北的時候 我也可以在家裡 也可以自己去把它辦完 不只縱索稅開徵 5月還有房屋稅要繳交 根據財政部統計資料 一般民眾的房屋稅 開徵戶數 從101年的943萬戶 逐年成長 到111年的1149萬戶 5月繳稅記憶荷包大破洞 歡迎新聞裝平達 邱子玲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